哈喽大家好我是高曼 今天我要教大家十种祝贺朋友生日快乐的英文说法 说不定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而且好玩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高曼 今天我要教大家十种祝贺朋友生日快乐的英文说法 说不定它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而且好玩哦 为了可以更进一步增进你的学习体验 我并有准备了这卷影片的PDF档案 里面还有一个小测验哦 我知道你们都喜欢小测验 如果你想要下载PDF档案的话 只要点击描述栏当中的连结 输入你的信箱还有名字就可以了 你注册参加了我的信箱名单 系统就会自动的把PDF档案寄到你的信箱 关于生日的英文祝福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使用Happy Birthday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短语 然后呢我们大家也倾向于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使用 但今天我将会告诉你 十个祝人生日快乐的不同表达方式 当中有一些还是很好玩而且有趣的哦 哦对了 你记得要先帮这一部影片点一个赞 方便你日后可以查找复习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同学 我的频道是关于学好英文的方法与秘诀 如果你对于这样的主题感兴趣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小铃铛要全开哦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给大家使用的是 Many happy returns Return呢是回报的意思 所以呢如果你在生日卡片上面写 Many happy returns 就是祝贺寿星呢会收到很多快乐的回报 这是一个很棒的祝福 第二个要分享给大家的是 Wishing you many candles to blow 或者你再把Many的后面再加上一个more Wishing you many more candles to blow 意思就是祝贺你有很多的蜡烛可以吹 有更多的蜡烛可以吹 所以表示是祝贺你 长命百岁的意思 有没有觉得这个祝福很可爱呢 第三个呢是have a great one 意思呢也就是have a great birthday的意思 中文的意思呢就是我祝你过一个很棒的生日 第四个happy beer day啤酒节快乐 这是你可以对真正喜欢啤酒的人 在生日那一天说的话 因为呢生日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可以让寿星呢喝比平时更多的啤酒 所以在生日那一天就是啤酒节快乐咯 第五个是I wish you the best on your special day 我希望呢你在你生日的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 可以过得最棒可以过得最好 这一个呢是蛮普遍的说写上面的用法 就像我们有一些时候呢会在信件的结尾 写上wish you the best 或者是all the best 意思就是祝福你一切安好一切顺利的意思 而在生日那一天更可以这么说 第六个呢是happy twenty first 或者是happy twenty first birthday 这个呢蛮有趣的 就是呢我们假装寿星看起来很年轻 就好像二十一岁一样 那这个二十一岁呢是西洋人的一个梦想的年龄 你的梦想年龄是几岁呢 第七个说法呢是 愿你生日的这一天呢可以充满了欢笑还有礼物 lefter就是指笑声 presence就是礼物的意思 除了蛋糕之外生日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礼物了 所以呢祝福寿星在生日那一天呢可以充满欢乐 还有礼物是一个很棒的祝福 第八个要跟同学们分享的呢叫做hb 也就是happy birthday的自首缩写 这个用法呢主要会是用在开玩笑式的 非正式性的发讯息传送讯息给兽星 所以呢比较建议是跟比较熟悉的亲友之间去使用 当你要祝贺他生日快乐的时候 你就可以传递讯息或者是打字留言 跟他写hb 第九个是 恭喜你又度过了一次绕太阳的旅行 congratulations就是恭喜的意思 survived是指存活 因为我们都知道地球绕太阳公转 365天是一年 所以恭喜你又度过了一次绕太阳的旅行 也就是恭喜你又多了一岁 生日快乐的意思 最后我们来到了第十个 You're aging like a fine wine 就这个字面上来讲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 意思就是你就像美酒一样的老去 意思也就是随着年纪越大呢 会越来越甜美 因为呢一瓶好的酒 它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而变得更加的美好的 所以呢如果你跟寿星讲说 你就像一瓶美酒一样的老去 意思也就是你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随着时间年龄的增长 你会越来越好 You're aging beautifully You're getting better with age 以上就是十个 祝你生日快乐的不同说法 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时机场合 去给予不同的生日祝福 如果是你生日的话 你最希望收到哪一个生日祝福呢 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而如果你知道你的哪一位朋友 也需要学习这个章节的话 记得要把这段影片转发给他 他会非常感激你的 记得要订阅英语关门老师的频道 小铃铛全开哦 我们下次见 See you